Money這首歌很簡單 就是金錢不是萬能的 有很多事情都不只是錢可以做到 這次MV整個構思都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很感謝導演阿權幫忙 因為他把我腦海裏的事情去執行 以及幫我計劃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他把我的想法變成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MV就說我是一個銀行的大佬 我很喜歡見到很多顧客 用他們自己心愛或者很真而總之的東西 過來幫我換錢 我看到他們這麼貪錢我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的價值觀就是我很喜歡錢 但是在這個時刻我突然想起我自己的心魔 自己過去的回憶原來就是小時候被人欺負 有一個風車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回憶 所以其實心底裏面 就算我多喜歡錢也好 我個人都是不開心的 珍貴的那件事不是要得到錢 其實是要得到保護 純粹是一個很簡單的快樂的感覺 今次Money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逐一介紹 有一套就是紅色手袖的一套 官仔骨骨的一個造型 這個造型其實是一個比較浮誇一點 Broadway一點 有一種好像魔術師 slash主持人的感覺 第二套衣服就是金色和黑色狀的一套衣服 主要是想有一種金光閃閃的感覺 那我應該在四年裏面都沒試過穿金色有關的東西 所以在適合的時候其實都有點怕的 因為怕好像很誇張 但是跟Money是直接有掛勾 所以就堅持一定要用金色為期 還有一套衣服 這套衣服是一個銀行家的大哥 這次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因為我入行以來都沒試過在表演上全額 給大家看 之前承諾過大家會 終有一天會這樣做 那我選擇了是這次 而第二個重點就是面上的雀斑 這次就想有些少少跳皮的造型的感覺 所以我突然想起 不然我穿上衣服的時候自己還沒試過 不如試試加進去這個造型 可以嗎 有一次都可以 賊仔的衣服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挺有趣的衣服 第一次戴的賊仔帽 還有配上一個精心挑選的一副眼鏡 很配這個小偷的造型 自己這麼多一套裡面 個人的最愛是藍色那一套 因為藍色那一套有很多細節 服裝團隊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在上面是 逐塊逐塊褲子 是故意亂上去的 所以其實是用了很多功夫 那套衣服的藍色 也是四年來我自己 鏡頭面前 是很少甚至是沒穿過一個顏色 所以其實這次整個Money的MV 在造型上 我都想給大家多一些新鮮感 不想只是大家平時看到的Ancelo 那麼簡單 已經很久沒出過跳唱歌了 所以這次就想帶一些新的意思 對上一次的跳唱歌 已經是King Kong和Mr. Stranger 比較爆發性 黑暗一點點 有型一點 但是這次就很想帶給大家一個很喚美感 很重 甚至有些誇張騎乃都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一個很誇張的感覺 但是都很希望大家一起會聽到會有開心的感覺 那這次Money的一個很大的重點特色呢 就是一個遠Money的挑戰 就是很簡單的 大家在MV裡有沒有見到 我經常都會長扶這個手勢的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重點的舞步 很簡單就是講淺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有很多不同的Variations 就是可能是單手組 雙手組 左手組 就有背後不同的舞步